議員尤淑慧在今天清晨 在臉書上面透露自己確診了 症狀除了刀割般的喉嚨痛之外 再加上發冷又發熱 讓他整個懷疑人生 尤淑慧說之前戳鼻子快篩驗了五次 不同品牌都是陰的 他堅持要用唾液快篩驗 第六次就變成兩槓了 真的很有決心 尤淑慧認為戳鼻子快篩 有個最大的尾音盲點 就在於不夠狠 那他自己也提醒大家 近期的疫情再起 還是要小心再小心 真的不要有僥倖的心態 對此也有不少網友 紛紛到他的臉書上面留言貼文 要他早就康布 我們關心到 這個疫情影響我們兩年多了 民眾們都期盼邊境可以完全解封 指揮官指揮中心也強調 高峰明顯下降後 10月份將會有機會實施 檢疫0加7 那網路瘋傳一份 邊境管理及開放的建議內容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 證實內容提及 預計10月10號實施 免居隔0加7的新規定 不過他表示 這目前都是草案 日期與內容都會再調整 還要看看這波疫情 和國人一起遵守配合防疫的措施 感染人數的降低 越早達到高峰下後的下降 就能夠越早開放 這三天你知道 中北的感染人數 一萬五一萬六一萬五 大概沒有繼續上線 大概大概是紅紅的這個高原期 所以估計大概這個過去就過了 那現在大概算一算 我們現在每天住院大概一百零幾 事實上在一個月前才 才五十幾個 所以疫情的確是有比較嚴重 不過不管怎麼樣 該感染的也感染的 該打疫苗也打疫苗 所以就算疫情進來 他沒有辦法很快的這樣散步出去 所以大概會紅紅一段時間 所以是這樣 我估計這個疫情大概到月底 就開始下降了 後來就流感化了 所以邊境解封 大概應該投票前還是會邊境解封 因為這個選舉都要選舉紅利 所以這個邊境解封會配合這個 剛剛講的不好意思 民進黨選舉的需要 他一定會處理的 這是本人以我的醫學知識 加上我的政治經驗 做出來的預測 地方傳出新竹市長林志堅 計畫在本週六的 百公百宴肇事活動現身 有機會跟總統蔡英文合體 民眾黨新竹市長參選人高宏安則認為 林志堅回防新竹 可能對民進黨的基本盤 林志堅的鄉親票有加分 但新竹市的棒球場的爭議 論文門遭到撤縮 還說台大抹黑等等 要吸引中間的選票 可能就很難了 也凸顯了 沈慧紅連基本票都在告急當中 所謂內部民調什麼人事透露 就是通常有些時候 可能會是一種帶風向 或者是放風聲 所以他有可能是要幫林志堅 搭建好一個舞台 他在市中說他要過半了 林嘉隆說他只輸十萬了 這種吹女士的 所以可能就是一個舞台搭建 然後讓你之間可以華麗的回來新竹這樣 那現在為什麼他要回來 那當然跟剛剛講到的 可能因為他的選情 目前也是一直 就是在第三名也蠻長一段時間 所以他需要一些東西進來 去把民進黨的基本盤可能要保護到 因為如果說今天他調到民進黨的基本盤以下 那他第一件事情 應該是先把民進黨的基本盤護住 我們通常就是藍綠的戰法都這樣嘛 就是你要先把政黨基本盤處理好之後 你再去思考說我要拓展中間選民 那如果今天 這是他沒辦法切割林志堅的原因 我覺得沒辦法切割林志堅 當然第一個是林志堅他畢竟還是算一個聲量或是什麼啦 所以其實在林志堅回來這件事情上 對於新竹的鄉親可能有部分還是有一些稍微影響力 那媒體的部分也一定會有影響力 但是第三個我覺得有一個很大原因是因為 曾慧雄比較沒有自己的東西 沒錯 我相信他的加分一定會是在某一些地方 比如說民進黨的基本盤這個部分 應該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或者是林志堅的鄉親票 棒球場的士主是你 然後還有就是包含這樣論文的事情 你說台大謀 嘿這些事情都還在他身上 所以一些其他的中間選民在看的時候 可能也會知道說 好那你就是沈慧雄 你還是跟林志堅是一起的 那你們會不會在你下一次的執政 又蓋出一個是你棒球場這種很離譜的事情 大家也會去質疑 其實這個訊息 如果林志堅真的回來 只能告訴大家一個訊息 就是代表沈慧雄真的告急 真的很危險 就是像洪安剛剛講的 連基本盤都可能會崩盤的狀況之下 只好他唯一的靠山 唯一會認識沈慧雄的原因 就是因為林志堅 所以不得不再把他找回來 但是這個負面的效應 也是震撼淡極的 選戰倒數了 候選人掃接敗票 誰真的有誠意 我們這個握手政治學 就可以透露端倪了 陳時中近期到市場敗票 就有人發現 他每次跟人家攤販握完手之後 就往自己的褲子上抹一抹 難道你在閒人家的手比較髒嗎 大學要搶票來看看握手政治學 陳時中走進市場 不少切機剁鴨賣青菜的攤販 放下手邊工作要跟他握手 但仔細看一下 陳時中跟肉攤老闆握完手 似乎多了個動作 握手寒暄後 陳時中手突然的背心抹了抹 再看下去跟市場民眾握完手 陳時中又突然在褲子上也抹一抹 難道今天他有點手痛 轉到前面的木炸市場 陳時中跟民眾握完手 又往腿上抹一抹 似乎握完手 他總愛往肚子或褲子上抹一抹 這是為什麼 難道真的是嫌人家手上有油還是往肚子褲子抹一抹 是他常年的習慣動作 當陳時中跟林佳龍握手時 似乎沒看到他狂摸肚皮或褲子的動作 這代表什麼 對手蔣萬安碰上民眾伸出雙手 黃珊珊市場備票也盡可能握到每雙手 陳時中市場備票看似誠意十足 但心裡在想什麼 恐怕得看看這漏網鏡頭 記者余盛請李璇 NCG小組台北報導 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日前受訪針對兒權公約提到的遊戲權 教育權 他提出了看法 他表示 希望這個城市的孩子在快樂中成長 也抛出先玩一下 再來寫功課的想法 結果這個想法 大批家長就怒罵了 更有人忍不住的砲轟說 難道要我的孩子跟你一樣喝酒唱歌嗎 針對陳時中的言論引發極大的爭議 陳時中競選總幹事吳四瑤則是說了 不要把玩污名化了 每個人的童年都是從玩開始的 許多的家長及教育團體 也早就開始推動去爭取 OECD在今年6月的研究報告 更用標題重點指出 玩是對5歲兒童最重要的事 那我們知道陳時中目前提出 這個先玩再寫功課引起很多家長的不同看法 那到底先遊戲還是先教育的優先 對於曾經從事教育工作的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 柯智恩來看的話呢 他說這應該是一個理念 遊戲跟學習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以一個母親的角色 他覺得讓孩子在完成功課後 再給予遊戲 這樣的學習效果會更好 但是也要因人而異 身為媽媽跟老師的一個角色 孩子的遊戲權跟他的學習權 都需要被保障 但是呢我必須要去說 到底孩子應該寫完功課再玩遊戲 還是先遊戲再寫功課 我覺得這是在孩子的成長過程當中 他會適應的一個發展 我不認為他會是一個政見 他只是一種理念 對我個人來說 就是遊戲跟這個學習 都是同樣的重要 特別是六歲之前 孩子就是play play and play 就是玩玩玩 他就要把他的韌度二脈 整個的視覺統合弄得很好 但是呢 如果以我母親的角色 我會個人覺得 如果能夠讓孩子 完成一個固定的功課 然後再給予他的遊戲 可能對他的學習效果更好 但無論如何 我都覺得這是一種理念 一種想法 把它變成一個政見 又來凸顯遊戲權的重要 我覺得陳時中市長 可能跟我這個身為母親的角色 跟長期培養孩子長大的角色 是有一點覺得 我不覺得他應該是一個政見 就是一個理念 你會讓你孩子先遊戲 還是先寫功課 你看這也是一種方式 而且他的孩子也學得很好 跟親子關係都很好 所以不管如何 每一個家庭有不同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因人而異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